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805集 殿内炼火 这带着挑衅之意的话语一出 立刻如同往油锅中倒水 顿时就让所有天后瞬间炸开 白豪 你好大的胆子 你犯下白醉 在这天使殿内岂容易放肆 尤其是刘勇 更是双目冒光 私幼抓到白小春的痛脚般 整个人都要跳起来 指着白小春大吼了一声 白豪 你目无尊上在这严肃之地竟把我等庄严的审判污蔑成表演 真是犯下了欺君罪 妄言罪 污蔑罪 你现在不是白醉 你是一百零三醉 刘勇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都精神一阵 纷纷觉得 这刘勇简直就是他们神仙一般的队友 与这种人联合 实在是太让人心里舒坦了 此刻历时都响应起来 白小春冷笑 看都不看这些向着自己怒吓的天红 而是望着大天师抱拳一拜 大天师 我给您看一样东西 他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纷纷冷笑 难道这白好莫非还能拿出什么周五道叛变的证据 就算是真的有 也不可免去白小春的擅自杀人的大罪 这不是他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处理的事情 大天师目光落在白小春身上 微微移动 实在是从实至终 白小春那里虽有紧张忐忑 可却从来没有露出绝望 这不符合大天师的判断 此刻他若有所思点了点头 想要看看这白小春到底准备拿出什么 得到大天师的同意 白小春一排出无淡 立刻就从其内拿出一枚魂药 这魂药明显与众不同 色彩极多 璀璨无边 刚一拿出就立刻散出华彩 映照整个天师碟 如同瑰宝的同时更有浓浓的魄力波动 顺渐就扩散八方浓郁至极 正是最低标准也需要十八色火才可以形成的极品魂药 这魂药一出 大天师的墓中猛的露出精芒 不仅仅是他这样 陈豪松等十大天公也都瞬间一个个面色变化 齐齐看去时 那些天后也都看到了白小春手中的那枚魂药 刹那间很多人的双眼都猛的睁大 极品魂药 最低十八色才能炼制的极品魂药 这极品魂药也叫地品魂药 任何一枚都极为烧剑 这白猴居然 那些天后有一些直接尸声惊呼 实在是白小春拿出的这魂药让他们大吃一惊 可很快的他们就产生了疑问 这地品魂药与周五道的死有什么关系啊 他就算是献出这魂药 可与其百罪比较也都无法化解 这白猴到底想要说些什么 莫非他想说 这魂药是自己炼出的吗 说出这句话的正是那位刘勇 他冷笑开口可话语一出四周不少天后 马上就灭色狂变 他当初曾炼出过一丝十八色火 不可能 地匹烈魂师岂能是那么容易就出现的 整个天师殿立刻就传出无数的议论与哗然 更有人怒喝开口 白猴你休要在那里装神弄鬼 取出一枚魂药 莫非你就真的成为了地匹烈魂师 实在是荒唐 白小春猛的抬头大喝一声 都给我闭嘴 他豁出去的 在天师殿内肆意呼喝天侯天宫们 顿时使得他气势轰然崛起 有那么一瞬 不少人被吼得一冷 他没打算取出魂药后 就让人相信自己是地匹烈魂师 他等的就是这些人的质疑 只有这样 他一会打起众人的脸 才会更让他觉得刺激 地匹烈魂师 这正是他的底牌 这些人 不是与自己来说奎皇朝的律法吗 那么自己就伏底抽筋 同样用律法来完成绝地反击 地匹烈魂师 如今这一代 整个奎皇朝只有三位 就算是在这之前搬迁到蛮荒后 奎皇朝最多的时候 也就是只有五位地匹烈魂师而已 可以想想地匹烈魂师的地位 与身份之高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自然而然的 在奎皇朝的律法中也规定了 地匹烈魂师只要不是犯下叛族的大罪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将其斩杀 这就是白小春的仪仗 地匹烈魂师的特权 既然你们不信 这枚魂药是我练出的 那么白某金铁就在这天师殿内 当着你们所有人的面 练至十八色火 白小春大袖一甩身色傲然 圣衣蕴还修为 传遍八方石 直接将四周那些天后的哗然 全部阵压下来 大铁是目中猛的就爆出精芒 十大天公尤其是陈好松也都呼吸一宁 难以置信的看向白小春 他们此刻依旧还是不相信白小春 真的是地品烈魂师 滚兽有斗 许整声势而已 陈好松眯起眼内心愣笑 其他天公也都在吸气急促了几下后 对此深表怀疑 好大的口气 白豪 你若能炼出十八色火 从此我赵兄林看到你立刻跪拜 没错 你是想要垂死挣扎 可地品烈魂师 岂能是那么简单 哼 此不量力 那些天后 也都在一个个心神震动后 纷纷咬牙反驳 怒喝起来 实在是今天的他们 前所未有的强大 要知白小春于死地信心十足 白小春冷笑的看这种人 尤其是在那赵兄林身上多看了一会儿 收回目光后 他没有再去理会 而是一拍储物袋 立刻从他的手中 就飞出了十团十七色火 这十团十七色火 是白小春在寻找白豪的那段时间 让周一星外出寻找的 借助那些数字 很快就收获了一些 被他积累起来 此刻用处 实际上 这只是一部分罢了 为了自己这个底牌的爆发 白小春一共准备了三份 炼制十八色火的材料 确保自己一旦出现意外 也可补救 直到成功 此刻他没有半点迟疑 猛得一挥 立刻 那十团十七色火 就轰然爆开扩散 在白小春的操控下 甚至故意使坏的 王赵兄林 刘勇等天后的方向更多蔓延 好似示威 四周众人 齐齐后退 就算是天宫也都退后几步 唯独大天师坐在那里 身在向前倾斜 目中闪烁着莫名的光芒 若他真的炼出十八色火 成为地品炼魂石 那么今日之节 倒也真的就被他直接粉碎 大天师眯起双眼 凝神看去 白小春知道 这是关键时刻 而且他也有把握 在这个时候 没人敢来干扰自己 毕竟这里是天师殿 毕竟自己要做的事情 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去晋升地皮烈魂石 哼 看我一会儿 怎么让你们一个个目瞪口呆 让你们全部傻眼 把眼珠子都瞪出来才好呢 白小春内心期待的同时 刺激感也极为强烈 他实在是太喜欢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了 不过他也知道 此事万万不可出现意外 而且在这天师殿内看似危险 可实际上却极为安全 所以白小春立刻收敛心神 不再关注外界丝毫 而是双手掐举 木然抬起时 向着那十团十七次火 扩散成的火海狠狠的一案 这一案之下 十团十七次火立刻就彼此融合在一起 白小春目不转睛 全部细身沉浸在内 夹大操控中 也就是一炷香的时间 那十团十七次火 就瞬间融合在了一起 成为了一片磅礴的十七次火海 而此刻 白小春神色素然无比 双手掐绝中 修为爆发的同时 心神也都沉浸在了那片火海里 开始下一步的动作去压缩 巨像陶天 这天师殿内不断的回荡 这十七次火海的磅礴 让不少人都心神震动 更有稀奇声音清晰可闻 可无论如何 他们都很难相信 白小春会是地品烈魂师 实际上他们也不能去相信 可接下来随着白小春的炼制 众人的灭色也都渐渐难看起来 尤其是赵雄林与刘勇更是连连稀奇 心神轰鸣中不断的诅咒白小春那里失败 可他们的诅咒不但没有效果 反而起了反作用 白小春的这一次炼制 或许是因有过一次成功 又或者是因他知道此事关乎性命 所以在炼制上竟比之前的那一次还要顺利 轰鸣中 这片火海就被压制到了三十丈的范围 还在不断的缩小 二十八丈 二十六丈 二十四丈 还在迟疑 很快的就到了二十丈 谢谢